我們尤其對疫情來做個迴響 希望大家用我們自成的心來迴響 請合掌 阿彌陀佛地 教兵主眾生 為得無窮心 我今大歸意 懺悔三夜醉 凡有祖父散 痴心勇為相 願同音佛人 感應隨時寫 靈中西方經分明在目前 世界觀賢 千萬千萬千千 adventures 伍神幾樂國 见佛留神时 如否赌一切 无边烦恼断 无量法满修 诗愿渡众生 终愿成佛堂 虚空有尽 我愿无求 心与无情 同愿总是 四方三世 一切佛 一切佛 撒梦 好,我们来三归一 家里有佛像的,最好能够来礼佛 如果没有佛像 永远训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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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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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元吉的那一天 為他的弟子 說了幾句話 而且這個幾句話 一展開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 所需要的 一些主要的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第三個 就是偶益大師 他這個名號 偶益大師 他的本名 不是偶益 他的本名 叫做秩序法師 偶益 是他的別號 所以他這一生取了兩個別號 這兩個別號 也跟大家等一下來分享 那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來 鼓勵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每個禮拜六 時間很短 感覺也是不夠 所以我應用這個半個小時 這個半個鐘頭的時間呢 要跟大家來 研討一下 跟大家來報告 這個學習 這幾天的學習 所以第一件事 是我要求呢 因為時間很短嘛 只有半個小時嘛 所以我要求大家 我真的要求大家 你把這個半個小時的時間 把你的心啊 這一顆 放在這裡 這個半個鐘頭的時間 把你的心 把你的心放在這裡 你把所有的蜿蜒 去暫時放下 這個是我的要求 這樣聽法 才能夠有利益啊 所以我這個要求呢 希望大家 就是把這個半個鐘頭的時間 什麼都不用想 什麼也不用做 你把你的心放在這裡 把你的身放在這裡 這個是我的要求 所以呢 能夠定下來 所以我最近發現 為什麼很多人呢 都在聽我們師父上人啊 牢上講經 為什麼聽經的人 受益的人很少呢 為什麼受益的人很少 因為他的心態有關係 對法不是很公斤 所以首先必定要把心定下來 心腐氣躁的那種心態啊 不用用在聽經的時間 如果用在聽經的時候啊 那就等於讓費時間啊 什麼都沒有得到 很讓費 因為時間珍貴啊 這個是我的要求 使人很短 希望大家能夠用心來聽 這個是我需要的 我知道大家都在聽老而上的經 我也明白大家都在學習 但是我們用這個短短的時間 大家來研討一下 來學習一下 個人的修行 修邪的這些心得 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啊 第一章事情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這五天來 就是我這五天來 我想問大家 我想要告訴大家 你對這一句名號 你對這一句名號 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有了解多少呢 我們大家都在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而且這一句名號非常的簡單 方便容易 只是說一句阿彌陀佛而已啊 那我們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我們念佛念了幾十年 那我們對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的了解有多少呢 我們不要從這個經典來看 這個經教來看 我們從我們的身口意 在生活裡面 處世待人接物 我們對這句阿彌陀佛的 有了解多少呢 這個大家必定要知道 因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嘛 那為什麼我要跟大家問候這個事情呢 因為最後我想跟大家說 生死很重要 我在這裡跟大家提醒一次 生死 非常重要 尤其我們這一生當中 很想 有一個嚮往的 要到西方世界 想要親近阿彌陀佛 那這件事情我們必定要知道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阿彌陀佛啊 阿彌陀佛啊 釋迦牟尼佛常講的戒律 所有的戒律啊 我可以用這一句阿彌陀佛來表法 這個是我這幾天修學的 這種的境界呢 不是每個人會有 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戒律啊 通通我用這句阿彌陀佛來表法 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 49年所有的經典 都在這一部大藏經 我也是用這一句阿彌陀佛來表法 我也是用這一句阿彌陀佛來表法 然後最後 世間的萬善 我們行什麼樣的 做什麼樣的善事 總歸到最後啊 也是回歸到這一句阿彌陀佛 所謂萬善同歸 我也是用這一句阿彌陀佛來表法 那關鍵現在的我們呢 要怎麼樣把這一句阿彌陀佛 不管今天我們在哪裡 你在世間法也好 在修行也罷 不管我們經過我們的身口一三夜 或者我們在處世待人覺悟的時候 我們這一句名號呢 有沒有起作用啊 那個才是關鍵啊 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我們每一天要過生活 要處世待人覺悟 每一天要做我們自己的事 個人有個人的喜氣 個人有個人的事業 當我們在啟示每一個 遇到每一個的境界的時候 不管我們是順境也好 逆境也罷 我們有沒有對這句阿彌陀佛的起作用呢 還是以我們的喜氣幾作用呢 那個其實很關鍵啊 我剛才已經講了 我們這一生最嚮往的就是西方淨土啊 我們這一生最心盡的就是阿彌陀佛 那我們這一生當中 在這個日常生活裡面 不能把阿彌陀佛融合而已 然後臨終的時候 來靠這一句阿彌陀佛 然後發現往生西方淨土的世界 那真的很難 確實難啊 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為什麼很多那些老同修臨終的時候 為什麼喜氣作主呢 他的業力作主呢 為什麼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沒有起作用呢 什麼原因呢 關鍵就是在這裡啊 所以我們必定要把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要多深刻的去了解 我們對這一句阿彌陀佛的了解有多少 那個才是重要 所以我為什麼跟大家講 你必定把這一句阿彌陀佛 跟我們的生活 必定要融合而已 慢慢地培養 不然的話 臨終的時候 你要靠這一句阿彌陀佛 來念佛往生西方淨土的世界 那真的很難 非常之難 尤其經典裡面告訴我們 始念必勝 這始念你怎麼念呢 這一句名號的功德建立在哪裡 第一個就是始念必勝嘛 那就是始念必勝 你怎麼念啊 首先的條件 你不能有夹雜 你不能有懷疑 你不能有妄念 你對阿彌陀佛的信心 你相信有阿彌陀佛 你相信有西方幾人世界 你一絲好懷疑都沒有 你一絲好懷疑都沒有 你的雜念 你的妄念 你的妄念 你一絲好都沒有 這個始念才能夠複合阿 如果這始念裡面 你還有雜念 你還有妄念 你還有妄念 你有懷疑 不要說始念 千念 萬念 五量念 你都不能往生西方淨土的世界 所以這個道理我們必定要知道的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我們現在身體這麼健康 頭腦這麼清醒 有時候自己的习氣的煩惱都控制不了 你要在你的生病的時候 臨終的時候來輔助你的煩惱 有可能嗎 那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有很大的福報 如果你不是很大的福報 千萬不要用我們的壞命來讀 千萬不要 所以必定要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去磨練 去鍛鍊 去考試 去考驗 我們遇到境界的時候 這個境界是轉折我們 還是我們來轉折這個境界 那個才是重要的 在境界的時候你不會怕瘋 在境界的時候你會被討厭 你在境界這個時候你會感覺很痛苦嗎 你在境界的時候你會感覺很憂慮嗎 你要明白這個見的事情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必定要從生活裡面去學習 去考驗 去提升我們自己的境界 念佛堂那個不算 大家必定要知道 不要以為我們在念佛堂念佛 可以提升我們自己的境界 那個不算 必定在生活裡面去考驗 去磨練去培養 不然啊 臨終的時候啊 真的很麻煩 凡夫嗎 師父呢 說實話 我有看到一個居士 這位居士啊 是台灣人 台灣所有的高僧啊 他都認識 尤其是我們師父上人 老和尚 他都認識啊 他以前曾經也做過 廣青老和尚的 歸弟子 也做過 新元大師 聖元法師 正元法師 還有整整這些的高僧大的 通通通他都認識啊 一生非常的護尺三寶 哪個道場需要 他就來護尺供養 每一天拿著念珠 開著念佛基 而且把他的公司 常常請蔡老師 來講課 而且把這個地址 規落實在他的公司上 你說這個人 好人不好人 世界上 所謂的是大善人嗎 是大好人嗎 但是你想一想 在臨終的時候 當他遇到這個境界的時候 你看 被境界轉了 人家為他祝念 他把那些人趕出門 而且用一個很粗魯的語言 來罵人家 而且聽到這句名號 感覺很討厭 這個事實啊 尊敬的 這個事實在我們的眼前 我師父所看到的 就是這個情形 我看到他的臨終的時候 這樣的情形 非常的圖腦 你想一想 他在這個世界上 做了多少的善事 但是臨終的時候 你看 業力做主啊 所以尊敬的主要同修大德 我們不要像這種人 為什麼 如果臨終業力做主 幾乎都是三惡道的 大家必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大家必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記得 業力做主的幾乎都是多羅三惡道的 除非他真的有大福報 要不然 那真的非常難 所以啊 我常常說啊 往生西方淨土是現在的事 不是臨終的事 看你怎麼培養 所以我常常說啊 做一些西方極的世界喜歡的 西方極的世界不喜歡的 我們不要去做 西方極的世界喜歡的 我們多做一點 多累積一點 這個呢 大家去衡量一下 去思考一下 我呢 對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有多了解 昨天 也不是昨天 前兩天 有一位居士打電話給我 我對這個居士啊 認識了很久 大概八九年了 這位居士呢 是企業家 生活啊算不錯 他跟我打電話 跟我講 他說師父啊 我想來一生要比這一生好 你想一想哪一個人不想啊 你們想不想啊 管師兄 老蔡 你們想不想啊 我問你啊 大家都要想啊 他這個居士跟我說這個道理啊 他說師父 我要來一生比這一生好 你說來一生是哪一生 是往生到西方極的世界還是來做人 當然做人啊 你看 我跟他講西方極的世界 他都不聽 他只思想要做人 他說這一生我很苦 我想到來一生比這一生好 你想 他生活很好啊 是一位企業家 什麼都有了啊 兒子兩個 太太又這麼好 你看 他還是選不夠啊 你看喔 人喔 很奇怪喔 永遠從來不知足的 從來都是選不夠 有一個小道場 想要更大的道場 就是一直選不夠 本來信徒有一百個啦 還不夠 想要更加三百個 你看 所以這個欲望從來沒有此境的 他說我想要比這一生好 我就跟他老實講 我說啊 你來什麼比這一生更苦 我講實話啊 我跟他八九年的認識了 我講話不用跟他客氣客氣的 如果我今天跟管師兄講話 我當然要客氣一點啊 要不然誰來幫我這個周圍挪呢 對不對呢 你說對不對 所以我講話要客氣一點啊 像我這邊現在我還在這裡 我在這裡住下來啊 大家發心來供養 我也要客氣一點啊 我講話不能太直接 要不然喔 沒得吃飯了 那就慘了啦 所以啊 這個道理我們必定要知道 隨喜功德很順眾生 要不然啊 在這個澳洲啊 這個 帶不下去 所以 要跟大家客氣一點 所以我跟這個老同學 我跟他講 我說跟這個老朋友 我說 我跟你講實話 我沒有客氣的 我直接講 我說啊 你來生比這一生更苦 他聽到這一句我很不高興 師傅你怎麼詛咒我呢 我不是詛咒你 我講了死話 真的啊 我講了死話 真的啊 我說你想一想 你每一天 你每一天 做事嘛 我們常常講四月 每個人要見四月 把事做完了 開始造業了嘛 就四月嘛 兩個字嘛 你看那個四月兩個字 是蠻好玩的 你看我們這個中國 我們做中國人 說實話 我感覺很自傲 真的啊 有時候我在想 我自己 我做中華的子孫 我很自傲 你看我們這些祖師大哥的翻譯經 經書 你看你看 你就明白了 我太自傲了 所以我自傲為什麼 因為我做我們的中華的子孫 所以我就跟他講 你看我們這個事業你看 我們事情做完了啊 你做你的事啊 事完做好了 開始造業了嗎 叫事業 你看哦 你看你早上你做什麼事情 煮飯啊 看孩子啊 或者做一些我們該做的啊 做好了 起心動念做什麼 早夜了嘛 事業 這個很好玩 大家去觀想一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就跟他講 你看你起心動念 你好事多還是壞事多 如果壞事多的 那你這一生要得人生病 可以更好 那沒有希望了 因為你的前途就是在山土 山樂道裡面 如果今天你好事做多了 起碼人天福報 這兩個 這個我們必定要知道的 所以你們自己想一想 你壞事多還是好事多 道理很清楚的 所以這位居士呢 我就跟他講很多 後來呢 他跟我說啊 師父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獎金啊 我說我沒辦法的 我要學習獎金 我真的在學習 我跟他講 我是沒辦法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喜氣重嘛 我的煩惱很重嘛 所以我每天 我需要去看經 每天需要去讀經 看這些的經教 然後祈求阿彌陀佛加持 我每天跟阿彌陀佛在一起 然後來跟大家來講經 這個能夠幫助我 減少我的喜氣跟我的煩惱啊 所以我今天講經沒有別的 不是喜歡不喜歡 因為我自己發現 我感覺到 我的喜氣跟我的煩惱非常重 所以沒辦法 我必定用這種方法 老上所教的 用這種方法 來幫助克服 輔助我們的煩惱 輔助我們的喜氣 真的有效 所以我現在啊 這個煩惱比較減輕 喜氣比較減輕 所以管世兄你可以學一學 老菜你也可以學一學 從哪裡學習呢 從你家裡開始學習 你把你的孩子交過來 爸爸要開始講經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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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些人你不聽 你就講給這個 這個誰啊 給你的太太 或者給你的先生 太太不聽沒辦法 我們就講給牆壁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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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道理我們必定要知道的 希望大家要了解 我為什麼要學習講經 所以我打算 所以這個疫情啊 這個疫情來了 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以後啊 這個法會我要減少了 真的 我要多學習 深入經教 深入經藏 多念佛 多拜佛 祈佛 來加持 因為說實話 這個世間真的太苦了 確實太苦了 所以啊 有一位老人家問我 師父啊 西方幾個世界太好了 但是我放不下啊 怎麼辦啊 我跟他講啊 我說你放不下啊 沒辦法啊 西方幾個世界沒有你的份啊 你要去一定要放下的 你不放下你不行啊 就好像我要來到澳洲 我要到澳洲 首先我先把印尼放下嘛 對不對 才能夠到澳洲啊 如果印尼我不放下 我怎麼到澳洲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道理都是一樣的 我今天要回印尼 如果沒有把澳洲放下 我怎麼回去啊 道理都是一樣的 關鍵就是在這一個 所以今天啊 我就跟大家 分享這個道理 因為我這五天來 這個學習 修學的這樣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分享什麼呢 你對這句阿彌陀佛的了解有多少 我現在明白了 我真的明白了 為什麼釋迦牟陀佛 以十方諸佛如來 在這一部《彌陀經》連續的四次 勸導我們要念佛 我明白了 因為釋迦牟陀經 因為釋迦牟陀佛初次講《經世五量壽經》 第二次講《觀五量壽佛經》 第三次才講這一部《阿彌陀經》的 而且這一部《彌陀經》是五問之說的 我明白它的這個道理了 我起碼了解一下 為什麼釋迦牟陀佛要我們念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 那這一句名號要怎麼念呢 怎麼培養呢 首先必定要在生活裡面去鍛煉 去培養 你沒有在生活裡面去培養 我告訴你們 那是很難的 你不要以為那些老菩薩 念佛 到最後念佛往生西方幾個世紀 他也是在生活培養出來的 不是坐在那個念佛堂這樣的 很少的 所以希望大家去思維去思考 我多了解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如果你多了解了 你的煩惱就減輕了 如果你多了解這句阿彌陀佛 你的喜氣就減少了 如果今天每一天你的喜氣你的煩惱 一天你一天的增加 一天一天的增長 那你對這句阿彌陀佛不了解 你只是跟阿彌陀佛借個言而已 將來你要成就那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就講事實 因為我現在不客氣 所以希望大家 把我這幾天所修學的跟大家報告 說實話真的 我出家20年了 我常常都在念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有多了解呢 沒有 我才這一段時間 這個疫情發生之後 才有時間去學習 我才發現 是真的 為什麼你要怎麼樣去 了解阿彌陀佛呢 必定要有修 才能有證 你要證實 你要證實 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的公布 你要證實 首先你必定要修 你沒有修 那無法證實 這個道理我們必定要知道的 這個是講到比較深了 這個阿 我就簡單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個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麼 是偶依大師 我們可以學習他 偶依大師啊 他臨終的時候啊 他跟他的弟子啊 講了一句話 鄭總可不可以把這個字幕啊 顯出來 偶依大師 你看一看 以後啊 你可以學習 老蔡阿吉德啊 管師兄 我們的鄭太太 我們的鄭居士 以後啊 可以來學習 將來啊 念到念佛功夫了 可以啊 做一些 句送 送給 你們的親人 這個偶依大師怎麼說呢 他說啊 靈行 真如 無多智 一句 彌陀 我 坐 坐 大 走 什麼叫做靈行 靈行 就是我要死了啊 我要死了啊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送給你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偶依大師 他晚年的時候才認識淨土的 所以啊 他才專修淨土 專宏淨土 最後變成我們的大師 就是我們靈終裡面的祖師大的 他這一生啊 最多註解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部大經非常難學的 就是臨風中論 柏依大師 他這一生最多註解的 就是臨風中論 這一部經 非常難學 但是他最後還是放下 這種回到第一頁 你看他 他臨終的時候 他告訴他的弟子 他說我要死了 我什麼事都沒有告訴你 也話不多 我也不會講很多話 也什麼事情也不會跟你們講 也不會跟你交代什麼講 學什麼佛法 如五多字嘛 真如如都是我們嘛 真就是贈送嘛 送給我們幾幾字 不是很多 哪一句呢 一句彌陀做大作啊 這句話很重要 這句話很重要 大家必定要知道 這句話非常的重要 偶依大師把阿彌陀佛當作什麼 當作一個大船 船啊 一個大船 那這個大船是什麼呢 就是阿彌陀佛的本願嘛 那阿彌陀佛的本願 講的就是四十八願 那我們來看 整個四十八願都在饒著什麼 就是饒著這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的功德嘛 你看喔 這句阿彌陀佛的名號一展開就是整個四十八願 整個四十八願一展開就是五量壽經 五量壽經一展開就是釋迦牟陀佛 四十九年所說的一切法 而四十九年的一切法 就是十方諸佛如來所說的一切的大法 到最後都是到這一句阿彌陀佛的名號 那現在我們來講一講 什麼叫做大船 偶爾大師這一段話我們必定要知道 阿彌陀佛的功德 功德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我們常常聽說 五逆十惡的人 只要他能夠相信阿彌陀佛 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連十念都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個我們常常聽了 常常聽過了 剛才我已經剛剛講過了 這十念裡面你要看你怎麼念 你有沒有雜念 你沒有妨念 你沒有懷疑 你沒有懷疑 如果你一念當中 有一絲毫的懷疑的雜念 你都不能往生的 你不要以為很容易的 那功德是什麼呢 我們來跟問我們的管師兄 功德是什麼呢 功德很大喔 這句阿彌陀佛能滅八萬億劫生死眾苦 什麼滅吧 我們怎麼滅呢 對啊 這句阿彌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議啊 哪怕是將來我們不到西方極樂世界 你老實念這句阿彌陀佛 將來得人生真的 你生在一個人生很好的環境 福貴 而你孝順 家庭非常的和睦 就是這一句阿彌陀佛的功德啊 那我們來講這個功德是怎麼說的 功就是講的就是功夫 那什麼功夫呢 才能夠成為功德呢 你能夠支持明浩 而得一心不亂啊 這個就是功 那師父阿 有人問阿師父阿 那你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亂 那就很難耶師父 我今天想要問老蔡 你念佛能不能念一心不亂 管師兄 你念佛的時候你妄念多還是 還是 還是 還是如如不動 你自己 跟我們大家報告一下 這 這十分鐘我們念佛的時候 念佛的米號多還是妄念多 大家這個道理必定要知道的喔 因為這個道理只有大家清楚 別人沒辦法了解 所以我常常講 念佛是重在十字 如果你念佛重在形式 古人講 寒破烏龍也枉然 只是跟阿彌陀佛借個語言而已 所以你念佛 也要重在十字 所以為什麼連此大字 不念南無阿彌陀佛 只念阿彌陀佛 為什麼 重在十字嘛 那道理就是在這裡嘛 那有人問阿師父阿 一心不亂很難耶 說實話真的很難 你沒有那個境界很難 但是每個人有這個機會 難許然難 但是每個人 都每個人的機會 我跟大家講 一心不亂的境界有身跟淺 記得喔 一心不亂有身跟淺 淺的叫做稱為什麼 叫做念佛成變 只要你能夠打到這個念佛成變 你就有機會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如果你連念佛成變都打不到 你想要靠別人來給你祝念 然後來靠這個祝念來念佛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就很難 什麼叫做念佛成變呢 只要你能夠輔助你的煩惱 輔助你的喜氣 喜氣起來 第二個念佛阿彌陀佛要上去 慢慢地培養 慢慢地培養 脾氣要起來的 趕快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當你的脾氣要起來的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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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要討厭人家的時候 看到一些讓你不順眼的 一些事情讓你很討厭的那些事情 當這個喜氣要起來的時候 阿彌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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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一天能夠用這樣的培養 你的功夫就是能夠成變了 功夫成變了一年兩年 你就能夠得到一心不亂了 所以為什麼那些老菩薩 為什麼跟他講阿彌陀佛 他能夠聽 然後能夠發音 往生西方 而且念佛一直實至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得到 往生傳裡面你可以看得到 往生傳太遠了 師父看了四個人 我已經看了四個人 那些老太婆 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菩薩 四個人 一至十字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我已經看過了 三個在馬來西亞 一個在新加坡 四個人 真的一至十字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他為什麼能夠做得到呢 因為他們一心一意 他一心一意 我們念佛是二心兩意 所以很難 區別就是在這裡 所以大家必定要知道 怎麼念佛用什麼方法來念 所以我用實念法真的很效果很好 我沒有機會跟大家來跟大家分享 來教你們怎麼用實念法 這個實念法真的效果很好 只要三個月有效果了 真的 有機會我來教大家怎麼用實念法 這實念法真的三個月就見效了 所以你能夠達到這個境界就不得了 這個就是功 得是什麼呢 待業往生 頓嘲圓正 尊敬德追同修大德最後跟大家講 我以前學佛法心很亂 為什麼亂呢 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修 當我們學到淨土 看到這一段能夠待業往生呢 我們心就定了 為什麼心定了呢 因為我們五量節以來 在這一生當中造了許多 都不知道了多少的罪業 這個罪業又有個體質啊 那我們這個淨虛空變法 就真的容納不下 那怎麼辦呢 我們的造業這麼多 我們的業障這麼嚴重 哪有一法能夠幫助我們的 沒想到淨土法門 但最重要的都是待業往生 整個心就定下來了 真的啊 不容易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所以怎麼說呢 待業往生怎麼做呢 怎麼修呢 怎麼來提升我們自己的境界 要怎麼樣待業往生呢 時間到了 明天啊 下個禮拜六 再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啊 我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能夠去思維 去思考 剛才我所講的 我這一生 我的目標是為了什麼 如果大家還是要搞六道輪回 那你要好好把十三頁道經做好 你想要再做這一生做人生 將來的人生 你要好好把十三頁道經做好 我為什麼講十三頁呢 大家必定要知道 十三頁一展開啊 就是八萬四千的威夷 十三頁就是十方諸佛如來教導眾生 一切方法裡面的提法 這個我們必定要知道 如果真的要想要了生死出三界的 那我們必定要對這個世間的留念 的執著 能夠降低也好 一降也低也好 為什麼呢 才不會變成我們的障礙 那怎麼選呢 許願 許願就好了 不要執著 我已經跟大家講 你要提升你的境界 你要把這個世間所有的萬元 你要學習許願 放下 執著 這樣我們的境界會也好 所以希望大家 多念佛 多學習 人生無常 我們今年能夠聚會 算不錯 明年呢 我們也不值得 因為生死無常 因為生死無常 可能我們唸佛唸成功了 我不想住了 老蔡再見了 阿佛再見了 曾總再見了 以後有言見 對不對 許願就好了 所以常常把阿彌陀佛西方界的世界 放在了面前 我要的就是這一個 為什麼 人生苦啊 真的很苦 你看我年輕這麼年輕 我還年輕嗎 43歲而已 我都能夠悟出這個道理 你們應該會比我悟出這個道理吧 你應該比我了解吧 生過孩子 所以昨天有一個趨勢 他已經有兩個孩子 他先生一直逼他 又再生一個 因為他兩個女兒 要多生一個孩子 他的太太一直逼 說說我不要 生孩子容易 教孩子難啊 你懂嗎 他跟我講這個道理啊 我說師父啊 我說沒關係啦 這個要溝通好 所以一些儒家的思想 常常用這個 我們中國有一句老話 不孝友善 武后偉大 哇這一下慘了啦 你看我們出家人 你看 常常用這句話來 來賭氣我們出家人 你看我們出家人沒有解分啊 哪有貨呢 哪有貨呢 所以啊 這個道理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 你要去思維 從今天開始 從今發心 直至道場 我們來思維 我們對阿彌陀佛的了解有多少 如果你徹底了解了 你的煩惱就減少了 你的喜氣減少了 真的 所以 希望我們大家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下個禮拜六 阿華 老蔡 郑總 管師兄 還有我們的美國的同修 這個 這個 這個美國的同修 必定要 萬元放下 我們要學習 這個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祝大家 五亮光 五亮獸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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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下個禮拜六 再跟大家研討 偶依大師的 這個 這個 這些的教訓 我們來回向 等一下 師父念弟子 你們念你們自己的名字 弟子 弟子 學悟 智成 懺悔 恭敬 百拜 願你 持 降經 念佛功德 回向 累劫 因親在主 往生西方 極樂淨土 回向過往父母 七世父母 盡虛空 便法見 一切眾生 夢阿彌陀佛 往生西方淨土 願你持 講經念佛功德 回向世界各地 疫情早日化解 世界和平 國太明白 風調與順 引疫情而生病的眾生早日康復 引疫情而罵難的眾生早日超生淨土 猛阿彌陀佛 建議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 上報是從南下集 山頭如若有經文者西方 附地心靜 持一報神 同生 極樂果 我們來懺悔 我們來懺悔 地執行 自心懺悔 往昔所造 諸而也 皆有無事 貪神痴 重生與意之所生 經對佛前 求懺悔 往昔所造 諸而也 皆有無事 貪神痴 重生與意之所生 經對佛前 求懺悔 往昔所造 諸而也 皆有無事 貪神痴 重生與意之所生 經對佛前 求懺悔 好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下個禮拜見 下個禮拜見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